隊長 高翁安一整個去搶歌 男女對唱呢 搶一條最難搶的歌就是屋頂 他算說 沒在搶的 沒在怕的啦 郭台銘也叫道吉祺 柯文哲 連朱立倫也停下去 這起叔叔今天才出來嘛 欸 還沒看過幾本的 有辦法這三個都停到這樣 這三個也停到底 那些停到叫法盲你知道嗎 郭台銘 朱立倫 柯文哲 你們三個都要停到底啦 你們就是要停高翁安 確定喔 臺灣的這個年輕人都在問 確定 搞不好 高翁安 最後 見了什麼喪人 什麼說了 不要開示了 法師給他開示了說 好 我認罪 你們三個 民族都亂贏 過去 眾叛的錢力很多 不要以為錢很少喔 四十六萬很少錢 我跟你說 眾叛的他們錢 也不見得是很多錢 我們來看 這個嘉義士無黨籍的議員戴寧 他是 詐領助理費 他是人頭的部分 詐領了五百一十八萬 一審判十年六個月 陳翠軟的部分呢 他是遙控女兒 他已經坐牢 他還可以遙控他女兒 去詐領助理費 四百四十九萬 一審也判十年五個月 還有呢 這個澎湖的議員陳萬貫 詐領的助理費是八百多萬 一審判十二年 二審他 坦承犯刑之後 有稍微減了一些這個刑度 那我們看另外一邊呢 不一樣的 我們看 像潘淮宗他為什麼可以緩刑 秦立法為什麼可以緩刑 因為他們都認罪 然後繳回犯罪所得 所以大家想說 高鴻安你是不是 律師沒有提醒你 你那個減刑的部分 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你認的話 搞不好 檢察官不用說 我這邊比對資料 比對了半天 最後還是認定你有罪 這樣子行度會不一樣 那我要補充一個 童仲彥的部分 他詐領助理費多少錢 五萬塊 五萬塊他被判 三年十個月 已經入監服刑了 所以我就看到那個 寇寇姐他就講說 那如果按照這個柯文哲的邏輯 因為他說要談比例原則 五萬塊的比例原則是什麼 那高鴻安是四十六萬 所以他幫他換算 這樣他自己算 高鴻安應該要坐牢 四百三十二個月 換算起來 大概是三十六年左右 來 宇川哥 因為高鴻安這條是七年以上 七年以上 所以你如果生金的就對了 剛才過了手 會腳一百都有生金 抓到的時候我就生金 所以有什麼兩年有三年有幾年 因為本來是七年以上 然後如果你承認的話 行度可以打折 剛才第一位帶領教育市議員 各位記得他在選舉期間 去用索业 他還算 他選舉期間還在算 你用冠軍還在算 算的時候 他爸爸過世 對 他是帶著什麼手銬照料 回去拜拜 回去拜 為什麼因為他告證還沒生金 他告證還沒生金 所以一想他破十年多 搞到另外一個生成的議員 他就認罪了到比十年 高鴻安現在是對頭 搞到他都不愛人 他都不愛人 他設定兩個點 他說我的助力都有做工作 有加班 所以有年薪水 所以他不是人頭主意的第一 第二他說這個助力高級出來 他只要用一個名詞叫勸募 勸募 聯合勸募 他說有人去勸募 有人去勸募 他沒說什麼人 他說就有人去勸募 就有人把錢交出來 我也不知道 大家覺得我不錯 都把錢交給我 都勸募 好 可是那三個助理 有三個助理 現在那個檢察官 還要拜託法官說拜託這三個 他反省為什麼 因為什麼不是他反起訴 他是叫法官反省 因為這三個有多 這三個生贏 他們有多嘛 他們有什麼多 這三個有什麼多 這三個就是 叫九宏安說好之後 用他們三個人的名字 去把國家給錢回來 這不才有多 這三個 就是九宏安的受益之下 用他們的名字 去把國家給錢回來 不才有多 所以這三個生贏 他們有叫九宏安 這樣的一個 一個慢慢說什麼聯絡 什麼範例聯絡 反正就是去把國家給錢回來 所以這三個有多 所以什麼像那個公衛 有人說我沒有 他說我發育感染 代表另外一三個 不是發育感染的 好 那這個事情 九宏安 你看看黃珊珊 黃珊珊 黃珊珊你如果做解讀書 你要叫他要認罪 對啊 那位裡面 會認罪 都沒有抓去關的 那位就沒有抓去關的 潘淮宗 潘淮宗 他就跟他身體一樣 他就沒有抓去關了 所以你如果沒有抓去關的 你現在心情 你就可能沒有抓去關 可能九宏安現在在賭一件事情 他要把他拚 他要用政治拚 就是說 哪怕我有罪就是政治 而且他判斷這個案子 如果有半年就對了 半年就等到哪裡 等到明年一月十二月 今天年二十二月 一月二月 然後卡在這個時間 他就叫他拚你知道嗎 所以講九宏安 九宏安現在那個 這個很堵定你知道嗎 他長到去找我 是不是有夠強的 我實在是有夠強的 他長在新頂期的那個 不動產商業同學公會裡面 跟男女對唱 唱一條最難找的歌就是屋頂 在屋頂藏著你的歌 不敢當屋頂了 還有辦法這樣跟男女對唱 他那個算說 沒在抓的 沒在怕的啦 沒在怕我就是要叫你拚 現在他要拚之後 郭台銘也統一嘛 郭台銘也叫道吉祺 柯文哲連朱立倫也聽下去 各位你們有人看過 起訴書的全文了嗎 有 有啦 這邊有一本 他們在評論的時候有沒有 他們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還沒有嘛 張教有新聞稿而已嘛 起訴書今天才出來嘛 還沒看過幾本 有辦法這三個都聽到這樣 這三個也聽到在 那些人聽到叫法盲 你知道嗎就是說 我們是高的 我們一定要他聽 所以檢查官是很不爽的 檢查官說你學經率很豐富嘛 你存款也很少嘛 你什麼地位也不錯嘛 你政府都每個月都給你錢嘛 你還有什麼縫隘 用臨基金會還有什麼10萬嘛 所以你這個人什麼 那個會 煩厚態度不佳嘛 就是說意思是說 這個人家要打得更重的 就是這個意思 好 可是高宏安到現在為止 他完全不認罪 然後他完全就要跟大家拚了 然後違反整個社會的這一個邏輯 這件事情他也有辦法這樣 你從柯文哲說 柯文哲說 欸 才46萬 你也頒幫忙 那個 郭台銘也說46萬 對啊 封來你們 封來46萬 沒有事情就對了 不然大家說一下 封來你們的標準是46萬 還是再看一點 還是怎麼樣 46萬是什麼意思 40萬剛好是一個大學畢業生 第一年出小回年薪的46萬嘛 平均3萬幾 你13.5個月 加起來差不多46萬 對郭台銘也說那個小姐 柯文哲說 說46萬的都不去抓那種 百億上億什麼億的千億的 柯文哲你不用緊張啦 我知道你在笑中華民國檢察官 因為白療的 白療的 幾億的都還沒差到你 白療的也還沒差到你 你現在是在找這些人就對了 你叫這個蔡壁如 叫這個遠雄 去討論說那錢要怎麼樣 算要怎麼算 要怎麼折在哪裡用 這點也沒差到你 這也沒差到你 那雙子星這樣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旁邊的雙子星 你去挺那個南海控股 挺成這樣 還沒有被發現你為什麼挺 哇 這裡面不是多少錢的 都還沒出現 柯文哲一直在說 你如果好笑 那種的都抓不到 今天抓到我們這46萬的 那是笑死人 中華民國的 為什麼我也要加油一下 柯文哲一直在說這件事情 他在講說46萬 那處理這個 有啦 最近有打過 警方抓著抓嘛 台北市政府不是 有一個標案 有一個標案 日照嘛 所以這條抓到 百塊有抓到 柯文哲一百多的有抓到了 慢慢來 你不用緊張 你也不用找這些檢察官 因為都沒有跟檢察官在辦 不同檢察官 最後查出來 會證明民眾黨 你說的一套 然後做的一套 但是我最後要再問一下 郭台銘 朱立倫 柯文哲 你們三個都要挺到底 你們就是要挺高文哲 確定喔 台灣的這個年輕人都在問 確定 你們三個人確定要挺高文哲 挺到底 嚇好離手 搞不好 高文哲最後 這人有什麼喪人啊 什麼說了 開釋了 法師給他開釋了說 好我認罪 你們三個面對都黑他 我們看這張相片 柯文哲不願意面對的真相 他在那邊講說什麼 怎麼說我見牛鬼蛇神 我是跟正言上人見面 你是不是在講正言上人 是牛鬼蛇神 結果呢 網路一Google 視察貓厚厚 很厲害 就是人稱海線大佬 然後黑道教父 淋水術 跟他邀請一個這個聖誕 關公聖誕的一個平安宴 然後柯文哲出現 然後柯文哲後來有解釋 我請教逸川哥 柯文哲解釋說 這不是什麼黑道 不要亂貼人家標籤 他說他當過兩屆的 東石鄉的鄉長 他女兒當過兩屆東石鄉的鄉長 他就是公職人員 沒什麼 怎麼可以叫他黑道 怎麼可以亂貼標籤 我不贊成 他連講話之前都不會Google 因為東石鄉的鄉長 不是我們剛講的這個零水水 是他哥哥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他的女兒 他本人沒有當過東石鄉的鄉長 拿這個來搪塞 這個柯文哲 你去到嘉義東石的這個小木屋 這個小木屋是一個當地人的一個代號 小木屋就是去追求大人家 他不是很小間的小木屋 這個照片是很大間的 這個小木屋 這個非常的這個大間 所以去東石 小木屋就是去找追求大人家 那他說他去參加一個什麼平安殿 這個平安殿就是小木屋辦的 不是說有一個宮廟 辦一辦的大家吃平安的 不是 他去追求大人家 門口 就是他在裡面辦一個叫做平安殿 東江不只怕水樹 追求大 因為我們的部分不可以叫他追求 對 叫做追求大 東江還有雨刷 雨刷東江有 侯友宜的花籃還放在門口 所以這是一個地方的大 辦的一個活動 可是柯文哲你為什麼會去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有去問嘉義人 柯文哲叫追求大 沒關係 沒有淵源 也沒有關係 他那天會補去 他怎麼會死去 我們就不知道 好 他現在死去之後 人家問說你如果去追求這個人 追求大 這站這幾年沒有在關事了 他很低調 沒有在關事了 雖然他們哥哥做過 他們東石 鄉的五任鄉長 對現在往前推五任 他們哥哥做兩針 他們祖竟做兩針 他孫子做一針 他孫子 他孫子就是他直指 做一針 他另外一個孫子 也要選過六位 所以追求大 他的政治勢力 他如果在關的政治 就是一大針而已 就是一大針而已 他也沒有去插到什麼嘉義關的 大的政治 因為我們三針還有一個營祝哥 營祝哥是在做公益事業 一家義區還有蕭家班 蕭登斯 三兄 大家都各具地盤 所以這個海線 這水修大 他現在就沒有在關 各位柯文哲 你因為你的這一攤 然後讓這個事情曝光了以後 你知道水修大 會受到多大的困擾 因為他也沒有在關事了 他沒有在插 插細幹的 那個什麼 俗事 你現在把他弄出來之後 大家都還要回頭去 讀他的歷史 歷史 對 其實柯文哲 六九空 人家水修大是挺蠔友誼的 這樣喔 這樣喔 人家是挺蠔友誼的 拔抓到有意思 水修大不是挺郭台銘 沒有 他們都是挺男人的 挺蠔友誼的 但是我記得 還沒人家吃飯那次 我們就沒有去找水修大 沒有 那是蕭家班 那是蕭家班 對 所以我 這些人很難 這些人 沒有可能挺內心的 這沒有可能挺內心的 所以柯文哲 你剛跑去 人家也不會挺你 那你是怎樣 那天都要開車經過 就看人家煩惱 就進去 就是說這件事情 然後你又把人家的名字講說 他們哥哥叫林純津 順勤了 一家做鄉長 水修大沒有做過鄉長 因為他沒有在插政治 只是他的勢力 他們哥哥他們做小孩 在那裡 水修大主要是關火火 對 當作火火 所以這件事情 柯文哲 你可能要打一張電話給我們插一下 因為做生人的困擾 這個敗敗之後 你說阿姨不是怎樣怎樣 其實沒有那個必要 你打電話給我們插一下 不然林純 你如果去當作報題議題 我們就問你說 柯文哲還要來 這個我看不懂 叫他來 來 都怕事情而已 你又不怕 你不怕 我應該要求你 我應該打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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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